好 继续带来看到全国青年杯季花莲太平洋射界锦标赛 2月28号到3月14号在玉里镇永昌分校来举行 那么今年是迈入第七届了 总共有393队来参赛 总共有1400多人参与创下了另年新高 全国青年杯花莲太平洋射界锦标赛 2月2号到3月14号在玉里镇的永昌分校举行 今年是迈入了第七届 总共有393队参赛 大约有1400人来参与创下另年新高 青年杯射界锦标赛 我们今天虽然是国高种组的比赛 但是事实上也创下了参赛的记录 我们将近今天来到现场的 包含领队教练选手 还有与会的家长朋友们 这个目前大概已经超过了1000个人 花莲县政府表示 花莲坐拥在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天然资源下 是发展体育的绝佳地点 也培育出相当多的体育人才为国争光 这次长达16天的赛程超过千人选手涌入玉里镇 也为地方产业挤注活水 在46天的赛事当中 希望各位参与的选手都能够获得夹击 为未来的一个全中运 全大运 或未来的一个重要赛事 做一个适度的一个调整跟测试 中华民国射箭协会主办三大重要赛事之一的全国青年杯射箭锦标赛 这次在玉里国小永昌分校田径场接续展开 国小组国中组高中组大专组竞赛 各县市射箭好手争相竞竹好成绩 记者高雄双玉里镇采访报道